這個基本上如果是目標是三天種出來的話 其實應該就不用花太多時間在整備這個農場 喔我們已經回到我們自由可以操作這個地方了 喔看一下還有什麼有什麼不一樣可以調整的 喔右邊的香菇頭如果往下移的話 整個視野就會放到最大 哇這個還不錯 就是你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這長什麼樣 喔那還可以看到 這個大熊 他的這個背包都會有那個小細節的這個動態 做得蠻用心的耶 蠻可愛的耶 而且跟在動畫上看的又不一樣 他好像也有掛一個材質的那種感覺 這裡是小雞的房子 所以既然還有三天 那我們事不宜遲先來那個 先來產個地齁 好 然後 然後 種一下有九個 所以 九個 嘿 嘿 哇這個真的不太好抽空 這個可能要走慢一點那個藍色的格子才會出現喔 然後雜草就 要用這個把它割掉 好 灑種子 是不能灑嗎 對對對不能亂灑有房呆阿 好 放呆 灑灑灑 那 焦水 以前 那個 焦水器如果鍛煉的話齁 都可以一次灑九格欸 欸會有路人來我們家裡喔 看一下還有什麼 看一下還有什麼 好 那這個按加的話 按加的話就是打開背包 按減的話會打開類似Menu這樣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哇這地圖也太大了吧 這地圖 真的好大喔 所以如果用走的話應該會瘋掉 所以難怪會有任意門可以出現 然後地圖是不能點選 再來是 狀態 體力有消耗就是大雄體力是100 不知道它有沒有那個最上限可以自己增加喔 然後再來就是動物 然後可以看到 跟村人們的友好 可以跟動物的友好也可以欸 然後這個是おつかい 恩 沒有東西 重要的是 喔這有寫小碼 這個應該都是那個 牧場物語都會有一些 時間到都有些祭典 什麼比賽之類的事情 喔 設的大會 喔 還有這種什麼感謝祭 還有誰的生日 在什麼時間點送他東西都可以得到 可以讓他的那個心情變好 然後左上角可以看到就是有時間在跑 然後這個看起來好像是 喔 這 可以把小型的家具 哇靠連床都可以欸 這 背包是四次元百寶袋吧 喔可以自己變換那個 你自己擺設你自己的家裡要長什麼樣子欸 這個還蠻好玩的 然後背包也太神了 哇這個不錯欸 喔 然後這個打開就是 收納箱 跟門口的那個箱子一樣 啊那我應該要先把這個 切換到我的背包 然後先拿去灑 這樣他才可以在 時間內長出來 然後灑中間這個好了 噔噔噔噔 阿兜噔噔 喔好 然後這個是任意門 任意門可以 直接到地圖上任何地方欸 如果我們先去山頂的話 如果我們先去山頂的話呢 喔 所以他每一個地方都可以開門嗎 看一下 喔他應該是只有在往返 就是兩個地方 才可以有 也就是說你剛剛從這裡出 這裡進 所以他就會在這兩個地方出現 所以你譬如說你現在在去 這個森林啊 那就只會有這裡跟那裡 喔 現在好像進到劇情了耶 喔 看到胖虎了耶 胖虎住在木工殿喔 快光臨 大公屋 在做什麼呢 喔~~ 在做你牧場需要 欸 足りでないものを作る 沒有的東西嗎 足りでないもの 喔 最高 嘿~~ アドア イロ イロダシズフラナ 喔 我可以做傢俱喔 要做一個傢俱給我 好 真好 要送我一個傢俱 トンカン トンデンカン 喔 別人的家也是這樣 哇 它進到別人家的房間 以前都會是要讀取什麼的 它這個直接就不需要讀取 直接就可以進來了耶 WOW イネ 但我一直有疑惑就是 你都可以常常進別人家什麼什麼之類 但是 事實上 喔 我拿到椅子了 事實上進去別人家裡面 又沒有什麼劇情發生的時候 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要設定可以讓你過去 放置傢俱的方法需要說明而不用 因為我剛剛已經做過了 可以擴張自己的家耶 因為牧場物語有結婚系統嘛 以往的有結婚系統啊 然後還可以改建自己的家 可能可以有廚房啦 什麼什麼之類的 喔 所以其實可以改建 看一下喔 喔 可以耶 真劍有沒有 可以買 家裡的東西 買牧場需要的東西 也可以買資材 我看一下 真劍 也沒有很貴啦 但是材料要蠻多的 大一點的家 大一點的動物小屋 大一點的雞小屋 還有時間之分耶 那在蓋家裡的時候我要住哪 椅子 桌子 喔 哇唷 蠻多東西的耶 這是牆壁嗎 這是什麼 Udosiris 木頭siris 看起來比較高檔一點 床看起來好像也比較好睡 家裡的東西有什麼 喔 這剛看過了 牧場的東西 喔 都是一些 這些 這些小圖的圖案做的都蠻可愛的耶 可以用石頭來做耶 石頭路 資材 喔 木頭還有分 軟硬的木頭喔 好喔 因為我剛剛是走任意門來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跑來跑去的耶 跟胖虎講個話吧 唷 大熊 天氣真好 感覺很像是那個什麼 良好的胖虎耶 哇 我穿過胖虎了 然後我們在移動地圖之間可以看到這些人會在什麼地方 他們好像會傳說來傳說去的 的樣子 到山上逛逛好了 看會不會有發生什麼事 香菇耶 也是想撿就可以撿的耶 樹 樹是可以搖的耶 這個還蠻 蠻直覺的嗎 但整個畫面跟音樂聽起來都是蠻療癒的 我可以撿雜草耶 而且剛剛好像有說那個出貨箱好像是 什麼都可以賣 就是你丟什麼東西進去都可以賣 好像蟲也可以賣 這蠻適合就是 就是慢慢的玩阿 不需要太有壓力阿 感受一下這個東西 算是療癒型的遊戲阿 登登登 登登登 喔喔 這裡有貪方 喔 我就這樣走過來了耶 喔喔 對對對對 在外面的大地圖也是可以這樣開的耶 那個小蟲感覺好像是可以抓的耶 但我好像沒有辦法徒手抓耶 是不是要去買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我們先去城鎮上看看好了 這個寫什麼 喔 都有招牌會寫那個店家開店的時間耶 因為他們也是有分時間的 喔 幾乎沒休息耶 欸 今天禮拜天所以沒有開所以就沒有人 喔 很很很很很遵守遊戲規則耶 料理店 哈囉 料理或是食譜食材或是料理用具都有在賣喔 連料理用具都有賣 但是大雄家太小了沒有廚房 如果能有廚房的話就可以給你食譜喔 做料理吃料理就可以回復體力了 那我講完話就把我趕走 那我講完話就把我趕走 喔 酷耶 那這邊是什麼 醫院 帶給大家逛一下 各個地區都逛一下 有劇情有劇情 咕嚕 就是 嗨 癡 嗎 各位 才有各位 騙你 原來醫院就這樣子 沒什麼其他的功能 真的是蠻大的 可以跟路人講話嗎 可以耶 這個是不知道誰的家 好 然後鍛造屋 可以強化啊 帶著素材來就可以強化了 嗯 應該是沒開啦 今天沒有開 嗨浪機 這個什麼什麼 路人好像 就是跟你講一句話而已 但好像也不會有什麼 其他的對話的感覺 就是感覺好像 不算是可以從 路人身上觸發什麼 什麼 支線的那種感覺 欸 哆啦A夢住在鎮長家啊 為何 寶箱也不能偷開 喔 哆啦A夢可以 NPC會跟你一起出來 這蠻特別的 這人物的自由度都還蠻高的 路人啊 我們還有哪裡還沒去 鑽造屋這樣這裡去 鑽造屋這樣這裡去 這裡好像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去 城鎮的西邊 哇 這個羊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牛也很可愛欸 看 可以穿過他們就有一點 好 要來 羊婆婆要來介紹了 啊 歡迎光臨 欸 這裡是賣動物的 一開始應該是沒有錢可以買動物吧 好 我想要買牛 哇 要一萬二 好貴 羊要八千 喔 這是有其他 飼養的道具 好貴喔 看一下有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這裡是浪吉的家 這應該是養雞場吧 你好 我要買雞 哇 看起來好像胖母他媽喔 登登 為什麼講完都要把我趕出來 欸 有有有在這 看一下 雞多少錢 雞要四千塊欸 買不起欸 雞的 雞的飼料跟動物的餅乾欸 動物的點心 城鎮的西邊 還有什麼呢 這個是 不知道誰的家 然後這個是浪吉的家 所以西邊就大概是這樣 還有什麼 這是海邊 海邊喔 洞窟 什麼都沒有 啥都沒 然後又回到海邊 嗯 是不是第一天 的關係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觸發什麼東西 有可能 我看一下喔 按B可以睡午覺欸 現在三點 那睡到四點看看好了 哇 果然是 牧場物語的新大特色 就是大雄可以隨時隨地的睡午覺 這應該就是可以恢復體力吧 我的體力 有有有 七十幾回不到84了 喔 這椅子 進到室內才可以放 在 不讓客人進來放在門口 喔 也可以直接睡覺欸 這麼早就睡了 那麼早就睡了 好嗦 謝謝 謝謝 妳